8月27日,前锋终于发布声明回应近期风波,声明如下,近期,因我个人原因引发的网络舆论对天天向上节目组和湖南卫视造成了不良影响 从即日起退出天天向上节目组,同时向湖南卫视提交了解除合作关系的报告 该事件早在2019年2月就由部门围绕此事进行过详尽的调查,并于2019年3月15日对此事正式做出了不云立案决定 对于当前网络谣言,我始终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将同步启动法律维权程序 前锋发文之前,湖南卫视发布声明,因主持人前锋个人问题引发重大负面影响,即日起解除与前锋的合作关系 此前,前锋被报丑闻,还晒出两人的聊天记录和当晚的监控录像,引发网友热议 8月26日下午,前锋事件迎来新进展,小一的两名代理律师已经递交了材料,但未透露材料的具体内容 而小一本人并没有现身,不过从事件曝光到现在,前锋即使没有犯罪,但已经算是私得有亏,估计其他平台也不敢再用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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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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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是什么 感谢观看